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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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栏目 只是个中等文官的树女 便是既可惜又放心 沈从心看着那只吻当当的吻 沉默良久 宿情内宅 顾提叶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何决断 沈兄心里清楚 一个是顺旨 赐婚的正王太太 一个只是妾室 却能把持大半个国旧府 张夫人若有心替女儿出头 有的是有头 偏偏人家就是忍着 人到星辰内外 连同宫里都知道 邹隐良跋扈 沈国就偏袒 才将事情闹出来 这并非诡计 而是阳谋 张家就是要明白地告诉所有人 他们对皇帝是全身心的配合 没有半分敷衍四则的毅力 沈从心担起九斩 手指竟微微发抖 颤身抖 阿清过世时 只眼睁睁地看着我 什么都不曾说 我知道 他只担心孩子们 顾廷夜道 大侄子也还罢了 到底是男儿 可几个侄女呢 将来可是要嫁的 只要邹隐良在 张氏永远不可能带行母侄 将来说清时 只一条沈家女儿 是由妾室抚养长大 那些能当户对的好人家 便要退避三舍了 而从邹隐良这些日子的行为看来 他的确平行不端 又能养出什么好孩子来 倒不如现在开始 让张氏抚养 将来也能出面 替女孩引亲 能跟自己丈夫读起这么久的鱼子 本质上应该部署那些鬼碎伎俩 神从心站起来 背着手 在屋里不停地读步 忽停住脚步 沉申道 我欲远 邹氏节气一份 给他好好找个人嫁了 你做厨一 我做十五 以后 谁还会再说他 宠妾面积 倒有不少人 会私下揣测 张氏善渡 张家仗势 不肯容忍 至于邹甲 反正捏在他手里 以后好好管书便是 顾廷夜浅浅免了口酒 夫妻相宜 彼此散计 沈张仰家 也算奔对了 邹家子弟里若有上进的 沈兄教他们读习武 也能为一介枣子在天之灵了 下了这个决心 沈从心仿佛抽干了力气 败然做到 顾廷夜缓缓走过去 拍了拍沈从心的肩膀 八王爷 他也就是皇上了 沈从心神色黯然 皇上如今春秋转胜 小皇子一个接一个的出来 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好 自己的确被小心了 而我们也不是以前的我们了 顾廷夜站着身子 轻轻的感叹 老庚是怕了言惯了 如今他没说句话 都要想上三点 八王妃成了皇后 从此丈夫不再是丈夫 而是君王 沈从心成了国舅 从此姐夫不再是姐夫 而是主杀 从边疆到京城 从王府到皇宫 昔日草泽兄弟 如今都手握重拳 每个人都要转变自己的角色 沈从心畅然回忆 你可还记得那年 咱们几个跑去青崖山顶吃酒 还是十文钱一壶的烈酒呢 哈哈 整洁弄来的还能是什么好酒 沈从心笑起来 足足醉了一夜 四日在山顶醒来 大家伙头痛欲裂 雀头不肯回家 顾廷夜笑道 便是自诩 大丈夫的成前兄弟 也不敢回去见婆娘 最后还是划拳了事 我被孕 只好领着你们回我家 阿琴见我们这副模样 熬了一大锅节酒烫 想起当日情形 顾廷夜依旧忍不住抽冷气 嫂子好狠的心啊 小婆子拧着我们的鼻子 还一个灌下去 说实话 我们都是被烫醒的 是啊是啊 沈从心难难道 想起晚日夫妻情深 忽然哽咽起来 阿琴啊 你为何觉得这么糟啊 说着福岸痛哭不已 顾廷夜一手搭着他的肩 劝慰道 沈兄想开心 以后与张氏夫人好好过 天长日久 也能阁价美满的 不会的 再也不会了 沈从心惨淡的摇头 夫妻之间是否真心真意 骗不了人哪 世上的好夫妻 躲得是自欺欺人罢了 顾廷夜定在那里 许久许久 方才挪动脚步 自欺欺人吗 久入愁长 自欺欺人 未过多久 沈从心便彻底醉了 顾廷夜 缓缓时马回复 此时天色已黑 风冷熄熄 隐面寒意 倒散去了大半的酒气 默默的回屋 却见屋内漆黑一片 他也没叫人 自己动手燃起烛火 怎么东也不点 明兰坐在窗前 侧头看着天空 缓缓转头道 后夜可要用些吃食 顾廷夜摇摇头 撑着手臂 坐在桌前 看那跳跃的烛火 一只飞蛾 抖着颤颤的翅膀 柔弱 却又坚定 慢慢地逼近火苗 你过来 我们说话话 顾廷夜盯着烛火 你恨是瞧不惯神兄 是吗 明兰翻着眼 沈国舅不但身为设计良柱 命还生得好 身官发财 死老婆 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好运气 我哪里敢瞧不惯了 顾廷夜转过头看他 明兰自不自地拔下并边的短蚕 轻轻地拨动烛火 他道 今是今日 许多拨着麻烦 即是因为沈兄软弱 我犹豫而来 你的看法也不无道理 可是 你不曾见过以前的沈兄 明兰 微以停动作 放下银帆 何时的以前 未进京风厥之前 寸许园的杨之白竹上 火苗 渐渐明亮 顾廷夜 目光成狱 我出入属地 最早识得的就是沈兄 彼时 他是汪府侍卫统领 与段忠耿牛四位兄弟 并称鼠边无虎 明动西南 他虽岁数最轻 却为无虎之首 王妃娘娘的兄弟 怎能不是虎手了 明兰三溜溜的 顾廷夜不去理会他的吐槽 你若见过那时的沈兄 绝难想到他今日会这般优柔寡断 便沈那时的邹家 也不若今日胡作非为 那时 有邹夫人在 明兰沉默许久 那定是个了不起的女子 顾廷夜一点头继续道 邹夫人诚挚大气 比寻常男子更有见识 不但决断家事 便是王妃娘娘也言听计从 那时沈兄国义好勇 例如干脆 于大处 能辅佐王爷 敬略边地 于小处 带兄弟们人厚宽体 邹氏子弟虽无什么出息 但也能安分守己 或读书 或领些小差事 依附着神家过日的 有这么遵何东西镇守 似是什么妖魔鬼怪 都进不来的 明兰的吐槽 四眼欠了威力 顾廷夜忍不住笑了 记得头两次见到他 他还是个双环垂条的小姑娘 嘴里却喊不着人 半分闲境也无 明明是尖酸刻薄的厉害 可他却很喜欢 没有故作端庄的 焦如造作 那么坦率明快 便是他插着腰 板着脸 数落人的样子 他也觉得 像只白胖瓷娃娃般的 又灼可爱 他不自觉柔和了身影 沈兄与邹夫人成婚十余年 却还若新婚夫妇般如胶似妻 片刻不舍分离 我在沈家捣扰时 曾经亲眼见过 沈兄一个眼色 一个神气 邹夫人连问都不必问 就知道 夫需要什么 邹夫人皱个眉 转个头 沈兄也当即知晓 妻子的想些什么 咱们遇到闲话时 他们时常一口同声 相视悔心而笑 夫妻俩无话不说 那是真正的间谍深情啊 我从不知道 恩爱夫妻也能如此 明兰听他身影有意 抬头看了他一眼 只他又想起了王妇和大情事 他们的爱情 是几乎伤害所有人的孽缘 与之不同 沈邹夫妇的恩爱 却是健康的 积极的 有助于所有人的良缘 那年京城斗声变乱 丧王爷被矫诏自死 你王失败身死 仍然忍不住插嘴 皇上的藩帝 掩在鼠边 与清传相隔 何止迢迢 你们的消息倒快 如此看来 当今顺上 也是早有雄心的 顾廷叶看了他一眼 那消息是我送去的 谁路快些 明来不料 吃惊的张大了嘴 消息传道 王府的几位幕僚便说 六王爷被点赤 五王爷残暴 素来不得先帝戏爱 派许之前的皇子 巨翼亡故 这天资宝座 怕是要轮到圣上了 可公孙先生却说 如今局势未明 先帝属意尚不得之 泛王五兆 不得离藩帝 若有一动 较有心人一挑拨 好事也成了坏事了 我们兄弟几个 也不敢先任 我们或戒备 或成军 人心 如同拉满的攻险 只等京城的消息 宁蓝问道 那 虎叶彼时 再作甚 我暗中守在京城外 为谷多久 先帝可逢圣上圣物为后 我这大事已定 自事提大 便亲自南下报信 为朝近道赶路 什么险潭激流 山路陡坡都得走 一路上 你死了好几个宙子兄弟 比了十数匹两句 只十余天功夫 就赶到了 大酒长一天 只一个要切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颇奖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蓝艰难地咽下口水 那是 以前跟着你的 是曹邦的 怪不得这两年 帐房里陆续向几户人家支出银钱 都是车三娘使人来取 顾天爷面露惨淡 点点头 那几个都是跟了他许多年的好兄弟 待先帝 照见如今的旨意到蜀边的时候 果然不归之徒 私下蠢动 刘政杰三天 便勤杀了四无波资格 段家兄弟护着皇后和几位小皇子 扮作王府血流成河 可彼时 皇上早在路上了 我与神兄兵分两路 以明一案 他做了十几年王府侍卫统领 知道他的不在少数 便领着兵马侍卫走明路 而我与老耿 护着皇上暗中绕开管道 另走一路 他紧拧着眉心 似是想起了那个 惊心动魄的岁月 沈兄那路 不知碰上多少次截杀 明这是盗匪 其实就是勾结谋逆的为所军队 沈兄几乎送掉性命 忠兄弟没了二弟和一个侄子 快到直立体界时 我们这一路也遮掩不住了 老耿拼死殿后 一条胳膊一条腿差点惨了 还赔上耿夫人两个兄弟的性命 握护着皇上杀出一条血路 直到看见城门 九门提督领兵出城来接 这才算是平安 明来听的心惊肉跳 掌心一片冷汗 游记的那时 整个清晨都在等着楚军 偏左等右等 八王爷过了好几个月才到 当时自己还付费过几句古代交通路后 没想尽有这许多的波折 难怪皇帝这么信忠他们几个 这种那血肉幸运换来的忠诚度 果然不是精神权贵 服一场或表白已在忠心 能抵过的 这些根深夜貌的全觉世家都水深的很 各方势力盘根错节 谁知道国字里头是什么 而顾廷叶他们几个 却是真正的把身家性命都押在皇帝身上了的 什么叫心腹 昔日楚霸王项羽横扫天下 最信任的还是他的江东子弟 李自成 几想几反 最核心的就是最初启示之中 只要这帮老兄弟在 他投降几次 失败几次 都能东山再起 难怪老耿再怎么出错 顾廷叶每天挡家务官司 沈从兴一天到晚饭魂 皇帝还是要用这些人 只要能办事 能完成任务 并且绝对忠诚 其余都是细致末节 好一把九五之尊的宝座 不知染了多少人血 宁兰亲身道 顾廷叶摇摇头 也叹了口气 继续道 咱们离去那段日子 皇后和几位小皇子 忽然急症 宁兰怀疑 急症 顾廷叶道 也不知是真病了 还是有人偷毒 总之那会儿 王府里人心惶惶 断留二位兄弟 虽能抵御强敌 擒杀刺客 对内卫之事 却束手无策 于是邹夫人 只好侵入王府照亮 那会儿 他已生怀六甲 后来 皇后 皇后娘娘和几位小皇子都好了 可邹夫人去 宁兰颤着身影 顾廷叶面露惋惜 待沈兄赶回去的时候 只见了邹夫人最后一命 难怪 皇后娘娘 那番抬举 邹一酿 沈兄大病一场 先歇也跟着去了 顾廷叶低声道 自邹夫人过去之后 沈兄行事 愈发没有账法了 两人沉默许久 宁兰呼啸了一声 哼 这世上之事 就是这么有趣 倘若当初皇后娘娘 没能好转 那么如今 宗家之忧 便成了沈家之忧 这位邹夫人 到底的确确 是一心为了夫家 顾廷叶默了一会儿 缓缓道 公孙先生与我说 你是他生平谨见的 明白女子 现实 往往就是这么丑陋 和无奈 宁兰苦涩道 有些事情 越是明白 心头 便越是荒凉 顾廷叶看了他好一会儿道 旁人的事 旁人的事说完了 现在 来说说我们的事吧 宁兰默然道 好 不知后夜 打算从何说起 就从齐国公府那日的首宴说起 宁兰 暗暖下心慌 只听顾廷叶道 那日回来后 我时常不快 你一直猜测 以为是印着 齐家那两个孩儿的名字吧 对上男人 又黑深沉的眸 冥兰 无可抵赖的点点头 你素来聪明 与世不乱 在这件事上 为何若此 顾廷叶 静静道 心虚而已 冥兰便无可辨 垂手坐着 顾廷叶道 你甚至没有多问小鹿子几句 你可知后来怎样 那日我们在门房 懂得不耐烦 便往里多走了几步 听见了你和齐恒说的话 冥兰心头一阵乱跳 张口欲变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顾廷叶 细细缩寻他的神情 淡淡道 瞧 你有兴趣了 童年伙伴就是说上两句又如何 况且 也不是什么好话 那你究竟在气我什么 这话明来纳闷了好久 既不是因为名字 也不是因为他和齐恒说话 那么 这男人到底发什么神经 你从不曾有那般口气 与我说话过 顾廷叶平静道 你端庄手里 便是对这太夫人也不曾试过半分礼数 除了齐恒 你从不跟任何人用那种口气说过话 明岚游记得自己骂了齐恒两句 很不好听的 难道这男人在嫉妒这个 他不经错了 为何不能 我 我又不靠他过日子 因为你需要靠我过日子 所以才对我理经有加了 明岚慌道 不 不是 急得上红了脸 侯爷 这是断装取义 顾廷叶满目深沉 苏然站起身子 高大的身躯 在屋里走了一圈 停在明岚面前 齐恒那小子对你的心意 我早就知道 便是他真为孩儿取了你的名字 那又如何 旁人心里怎么想 与我们又有什么相干 我在乎的 是你心里怎么想 你是否 想念的话 他自己也难以启齿 可笑他 用汉拜身 竟此时 怯了针 没有 我知道侯爷想问什么 这话 我已问过自己许多遍了 明岚抬头 看了会儿窗外 似是凝神 思索了片刻 又道 没有 我曾来未对其恨 有过男女之情 这凡肯定 过了片刻 顾廷叶才道 明岚淡然道 很早以前 我就知道 我与其恒 绝难成姻缘 既然如此 何必还啰嗦许多 我不是画本子里 那柔情多益的小姐 我再不会叫 不该发生之事发生的 顾廷叶冷笑道 夫人道明智 王费其恒 一番痴心 倘若她听见这番话 我之前对她说过 更难听的话 明岚直截了当 顾廷叶怒怒过去 明岚坦然直视 两人顿时片刻 顾廷叶挪开目光 明岚而守道 就是因为有人喜欢我 我就一定要喜欢她们 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事 这番话 她闷在肚里十几年 此时也顾不得什么 索性都说了出来 我六岁 没了生母 家中姊妹 太太宠爱五姐姐 父亲喜欢四姐姐 若非祖母垂眼 我还不知会怎样 似我这样的 何尝能有半点 行差踏错 明岚越熟越气 忽然站起 直立在窗前 平民郡主 连圣家离出的女儿 都看不上 何况我 其恒明知如此 还想要我如何 与她花钱月下 互诉钟情 还是私下授授 等到他日 她练去明岚书女 而我暗自伤怀 感痛一声 别做梦了 她绝不会为了不值得的缘分 和人赏心吧 顾廷夜 没了半声 猜到 早先午就听说 齐恒宇郡主 未婚居之事 超过许多次了 那又如何 明岚坚厉的反问 在登州时 老太的带我去乡间避暑 我见过用来乘堂的笼子 见过被祖地祠堂关起来的女子 齐恒若真有本事 就别叫我担心受怕 顺当地把我娶过去 看若不成 她还非把事情闹出来 一个私下授授 就能要了我的命 说到最后 她一抹念颊 紧失了一片 顾廷夜被她眼中 深深的沉痛 紧住了 明岚续着泪水 一字一句道 顾侯爷 这世上 男子与女子 是不同的 不能男子付出多少情意 也将女子回报一半 你可以荒唐十几年 然后浪子回头 功成名就 可是女子呢 只要一步踏错 这辈子 就算完了一半 又叫此心抚育我的老太太 如何自处人前 胸膛 剧烈起伏 她冷笑头 是 后院大客放心 能怎样的青梅竹吗 都叫那阵子的金举担忧 给淹过去了 我怕还来不及 哪有功夫想什么男女之情 这种金贵玩意儿 我一个小小树女 孝迁不起 顾廷叶心中 一阵酸涩苦痛 甚至不敢抬头看她 只缓缓坐到在堂里边眼 明兰坐回穿笨上 按住眼眶中的湿润 强自忍着 你诗才与我说了那邹夫人的诗 我知道侯爷的意思 可我并不赞成 邹夫人之举 难道皇后不保 国旧爷 就会有性命之忧吗 何况皇后 吉人天下 没准 也能熬过去 真爱一个人 就该为了她 好好保住自己 从好处下 大邹使 获出性命 去照料皇后 是为了骨肉群身 从现实看 眼见八王眼 登基在即 大邹使 只想拼命保住 沈家的荣华富贵 以及沈家外申 能顺理递除 邹夫人 你自己一条命 坏了如今 甚是荣光 我倒想问国旧爷一句 这到底值不值 被泪水浸透的大眼 发入水中的明月 冰凉凉的 直刺入顾廷夜的心底 后夜 先别想知道 我是否愿学 做夫人 不妨 先问问自己 若你是神国旧 会不要我用性命 去换夫婿的前程 我怎会如此 顾廷夜怒吼一声 一拳 重砸在堂椅上 只听哗啦一声 堂椅手部 以花里木雕会的一束 海棠花 已是碎裂了 屋中 一片沉寂 仰人半想 都不说话 顾廷夜 笔语违章 粗粗的喘着气 亲爱的新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